我 我該不會說了什麼 還是做了什麼 讓他生氣了吧 還是 我回來了 你去哪裡了 等我一下 這是苦茶 可以叫你的火氣 喝一點吧 苦茶 試試看 好苦 我知道 但妳忍耐一下 這對妳的身體好 來 轉過去 你先躺下 畢竟已經休息一下 你要幹嘛 聽話 躺下 小心 等我一下 我要幫妳卸妝 然後接著幫妳洗臉 什麼 妳不要擔心 就當作SPA就好了 妳會嗎 我剛剛去專家買了保養品 還跟貴姐請教 如何卸妝保養 所以妳出門那麼久 就是去學這些 所以妳不要緊張了 讓我服務妳吧 還有 不要再遮遮掩掩了 所以妳都知道了 我知道了 蘭達 以後妳在我身邊 就做妳自己 不要掩飾任何的不完美 因為 我喜歡的就是最真實的妳 知道嗎 接下來 接下來 娃娃都都咬了 會突然跟我說 學晨 她好像 怎麼了 都都抱了 太好了 你不要這麼近看我 以後我都要這樣看著妳 去哪了 去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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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都要去哪兒 我 advocate 你去摔得 這麼久 一定要酸背痛了吧 幹嘛在我面前逞強 你不知道 我也會心疼你的嗎 我很久沒有這種 被人心疼的感覺了 好溫暖 以後你不是一個人 有我心疼你 有我心疼你 蘭大 可以在一起 我覺得好幸福 我會好好珍惜我們的感情的 照片 我會想你 我會想你 我想說你 怎麼都找你 你還要 跟我想你 你很久 我會想你 這是你的 我會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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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連外套都脫不掉 我真的是笨手笨腳的 好 糟了 我今天的內在美 一點都不美 去城該不會已經看到了吧 怎麼辦呢 它會不會已經冷掉了 這個是一個愛情的錦囊 當你的愛情有任何一難雜診的時候 只要打開它 裡面自然有妙計 等我一下 怎麼了 這個是阿喜送給我們的 她說是排解愛情疑難雜診的法寶 我覺得我們需要它 我們現在這樣叫愛情的疑難雜診 對 我們在愛情裡面都是新手 所以要聽一下前輩的建議 應該有點幫助吧 妳說的是 反正只是參考而已 最後還是可以自己決定要怎麼做 是吧 對 那 我拆開了 好 每週一至週五晚間八點 TVBS四十二台 機智校園生活 要歡迎